在今自愿接种疫苗并且符合条件的台商的接种工作 是由北京市台办协调北京台资企业协会来进行安排 需要强调的是呢 大陆的疫苗接种完全是在自愿申请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 岛内某些政客以及某些媒体依照所谓的半强迫接种 完全是恶意造谣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知情同意是怎么来呢 知情同意我们在座记者也有接种疫苗对吧 大家都要添这么一份这个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对吧 每一位接种的台胞都会填写这么一个同意书来表达他的个人的意愿 那去年12月15号大陆正式开展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以来 截至到今年的1月20日已经累计开展疫苗接种 1500万人次那有40多个国家提出进口大陆的新冠肺炎疫苗的需求 有些呢也已经批准使用大陆的疫苗 这些呢都充分证明大陆新冠肺炎疫苗良好的安全性 大陆疫苗接种工作有序推进并且呢是实施全民免费 使符合条件的群众都能够实现应接进阶 逐步构建起免疫的屏障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所以呢事实胜于雄变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某些媒体污蔑抹黑大陆疫苗 使用心卑劣